一種材料有沒有可能柔軟得離,同時又堅冠呢? 兼僑大學的專家發明了一種超級型膠 平時跟啫喱一樣軟軟軟 但受到巨大壓力的時候,會自動變得堅硬 就算被車剪過,也可以回復原狀 馬志勇說說 水型膠是種啫喱狀的物料 柔軟之餘又吸水,而且對人體武害 在醫學上有不少用途 例如用來做隱形眼鏡或者弱軟的外層 水型膠跟其他型膠一樣 對拉扯的耐力很強 但如果受到巨大壓力,一樣會爆裂 無法恢復原狀 劍橋大學的學者為了打破這個局限 研發出這種超級水型膠 除了保留了彈性 受壓能力也大大提高 專家聲稱,就算是大象踩下去也沒有問題 不過這次先用車來示範 就算來回滾過幾次 超級水型膠也完好無缺 而且馬上恢復原狀,沒有變形 專家解釋,新水型膠的秘訣 是將水分以外的成分 換成一種有扣的分子 會好像帶手扣一樣互相扣連 遇到壓力,手扣之間會扣得更加緊 將物料由橡膠模式變成硬化模式 當水型膠能夠因應外力變硬 它的應用就會更廣泛 例如造成不怕磨損而值用的人工軟骨 另外新水型膠是導電 而且由燈光暗可以見到水型膠受壓拉扯或壓縮時 電阻值會隨著形狀變化 以為它可以作為某種能量度極大壓力的感測器 有線電視機者馬智雄報導